正列名稱假設是A好了 刮虎7就可以放8個東西 那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比如說A0等於什麼 Range 假設我某個資料要放進去就把它放進去 A1等於這個資料 那當然你可以Enter了或者是說你要把它串連在一起你中間加冒號就可以了 加冒號的話 他就可以 放在橫向 如果你按Enter就變種向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那就可以把8個資料放過去 切到銷貨名系之後再把這個8個資料放到另外工作表去 這個銷貨名系的 這個範例裡面前面 入門的課程裡面有提到 那這一題也是類似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要排序之前 那我要建立什麼建立一個 正列 正列名稱比如說叫做mysheets 比如這個名稱 那這個mysheets 我們可以直接賦予他裡面 值 那賦予的方式 有兩種方式 剛剛看到的是一種方式這個是第2種方式 第1種方式說 我們這個mysheets 基本上 你可以 刮壺 比如說我裡面需要放13個好了 刮壺 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說 我知道說我會有13個東西 我要放13個東西 那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用第2種方式 如果你用第1種方式的話 我們 就是直接怎麼樣 就是mysheets 刮壺 刮壺0的話 就是等於什麼 刮壺0 就等於什麼 等於甲斑 這個甲斑 第3 然後呢 一樣 一直類推 一直到那個 假設是 我們會有到 亥斑好了 那也就是說 假設是第13 第13的話 就是刮壺12 因為是從0開始 所以第13個的話 跟陳強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到第12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應該 第12的話 就是到 第第12個 一直類推壓中間我略過就等於什麼 這